近载率通 现在大盘小涨了14点 有大跌吗 没有啊 昨天利用美国股市大跌 来恐吓各位的那些人 我不晓得今天 他要怎么面对今天 大盘上涨的行情 个股大涨的行情 我只知道 唯有事先 让各位能够布局在 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自然而然的 你会赚到满意的获利 各位这个礼拜以来 在大盘在下跌的时候 我们在做什么动作 跌一天不够 跌两天不够 三天不够 四天跌来斗 昨天礼拜四的时候 我还特地的问各位 很多人看到美股下跌 下都吓死 砍啊 赶快把股票全部砍光光啊 停损啊 大空头要来了 大户条款不会费啊 希腊 违约风暴再起啊 今天是礼拜五啊 天下本无事啊 庸人自老子啊 我说这份资料当中 包含了游戏 包含了生计 请问各位今天大盘大长的族群 是不是在游戏 是不是在生计 空同派 当六大门派 齐去光明顶的时候 我说好事会发生 我帮各位揭开了 没错吧 这是今天 4946的辣椒 全市场大概它最强吧 如果昨天你看到美股大碟 你把辣椒砍在了74块 等到今天辣椒 又来到了80块的时候 何必后悔呢 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等一下再来跟各位聊聊 空同派的七爽拳 好不好 不是七伤拳 谢迅练的是七伤拳 我带各位赚的是七爽拳 大户条款下个礼拜三 即将要做审理了 这也是台湾的政治史上 我很少看到 就是相关的财经首长 两个人竟然持不一样的意见 就发生在大户条款上面 真名中主张要废 张胜和主张要修 还拿他的头发开玩笑 说就算我头发只剩两根 我也不能把它剪掉 不然我会变秃头 秃头跟大户条款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各位你听得懂他的逻辑吗 我个人是听不懂 秃头跟大户逻辑有什么关系 不是秃头跟大户条款有什么关系 就有时候奇怪啊 有时候这些当官的脑袋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我认为啦 这次执政党的大败啊 离立委的选举不到 不到14个月的 大概14个月的时间而已啊 我不认为现在 立法院113个席次 64个国民党立委当中啊 还有多少的本钱可以来挥霍 看到这次执政党的大败 连马主席都下台了 各位这些立委啊 我也只能这样讲 他们就是啊 里头赞亚亚亚啦 随人够信命啊 礼拜三的大户条款再不废啊 这一次国民党的立委选举 会非常非常的惨啊 我也只能这样讲 台湾在投资股票的一般的 我们快乐的股民 大概有700万 我不认为他还有得罪 这700万人的空间 我讲到这边就好 这是我的正式判断 准不准各位可以下个礼拜 再来做验证吧 其实我这样讲啊 各位近期台股的加权指数 为什么会落后国际股市 为什么会落后美国 为什么会落后给中国 大户条款很明显的嘛 那我说啊 下个礼拜三大户条款 就算只修不废好了 我们先假设 就算只修不废好了 我认为都不会比现在还惨 但是如果ablish了 如果废除的话 你认为台股 有没有赶上国际股市的空间 我想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这是属于我的判断 下个礼拜国内外的大事 包含了周日 两天以后 日本的众议院将改选 礼拜一货帽 之前太阳花学运的福帽 紧接着的货帽 礼拜三就是所谓的大户条款 加上台子期的结算 这非常的精彩 礼拜四的FED 还有周五 日本的JCB利率会议 其实讲到这些之前 我有一些不平之名 因为我发觉最近的市场上的生态 真的非常非常的奇怪 有些人天天在攻击 我也不晓得那些 我也不晓得那些人 到底是存什么样的居心 我说你好好自己做自己的股票就算 每天在那边讲人家有没有羞耻心 那些我还蛮看不起的 没关系今天我就来讲讲吧 请注意 我现在竟然有人听到 我竟然听到有人天天在攻击 投资组合这四个字 天天叫你股票只能买一档 超过一档那是最大二级的事情 我先讲第一点 全世界你喊得出来的名号 股神哪一个不是做投资组合 每一个都是做投资组合啊 投资组合是投资学的最基本的 你连一加一都搞不懂 不要说减成除了 你连加法一加一都搞不懂 那是非常令人可惜的事情 而那些人为什么要攻击投资组合 因为他叫你的股票只能够买一档 他就叫你去赌博 赌赢了他收你更多的钱 赌输了那你们家的事情 反正白人的你们家死不了 有没有同理心啊 我不管你有没有羞耻心 你至少有一点同理心好吗 再来 那些人天天在攻击 投资组合 最可恶的是自己把会员当他的投资组合 老师这两句话什么意思 天天在攻击人家买很多档股票 他只买一档 实际上他把会员当作投资组合 什么意思啊 每个会员买的股票都不一样 一百个会员要买到一百档股票 所以你每天都会看到他的股票涨停板 他告诉你 这些股票他会员都有做 我就这样讲好了 如果你是他的会员 我这样讲应该很公平 你看看你手中的股票 跟电视上讲的一不一样 他每天在跟你讲涨停板的股票 你手中有没有 这样讲很公平吧 如果有 他是诚实的分析师 他是值得你信赖的分析师 没错吧 如果没有 那就是标准准的骗子 够清楚了吧 怎么会有人天天在攻击投资组合 告诉你股票不能买超过一档 结果自己把会员当作投资组合 这个会员买这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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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买的股票完全都不一样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你真的知道一档股票会涨 你为什么不带领全国会员去买进呢 更好玩的是我还看到他讲玉金光 玉金光的成交量很大吧 每个会员都可以买吧 你敢请全国会员作证 你有买玉金光吗 不敢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把握 因为只有当他股票买到一百档两百档 他才会觉得好安心 因为哪一档涨了 他就可以拿出来表演 我说那是表演用的股票 那不是赚钱用的股票 所以我把这样子的人 自相矛盾逻辑有问题的这些人 我用一张图解 illustration 我用图解让各位能够很明白的看得清楚 这就是古代人说的 吃手念金 银啦 阿兜手呢 带鱼银 没错吧 一面攻击人家有投资组合 结果自己把会员当成投资组合 这不是很诡异的事情吗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我也知道这种人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 因为太多人看到每次 我们3293的星象 我们5263的智威 3176的基亚狂赚的时候 我都请全国会员做见证 于是有一些人 也来学得不伦不类 带会员乱枪打鸟 买了十几二十档股票 然后跟我们一样 再请全国会员做见证 我全国的会员 你当我最好的证人 我们买的股票只有三档 只有五档 也没有超过五档 过去的一个月也好 三个月也好 半年也好 一年也好 不都是如此吗 不要再玩乱枪打鸟的游戏了 不要再玩文字游戏了 就算你没有羞耻心 你最少要有点同理心吧 不要认为别人的孩子死不完 会员的钱不是钱 话讲到这边就好 因为太多人 用很奇怪的文字游戏在骗你 自己的逻辑自相矛盾 天天在攻击人家的投资组合 结果自己把会员当作投资组合 总归一句话叫 吃手黏金 土手提鸟 寒风刺骨 辣椒温暖你的脾胃 游戏生技狂飙 还可以买吗 下半段跟各位来做分享 进行广告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试能检测 体试能检测 你看 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股市中方向不轻 文端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切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前例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和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无网无利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部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部冠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股市中方向不轻 文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先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前例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和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无网无利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关于幸福等待 就像是我俩人生故事的前导片 给你一场高贵不贵美丽回忆 老店新开风华再现 一郎以全新面貌为您服 所以真的还蛮替各位担心的啦 从今天开始 只要各位再听到 有谁啊 在攻击投资组合这一件事情 然后自己又把会员当作投资组合的 各位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 所以各位他就是这样子自相矛盾的逻辑 你有没有发觉他从来不会在节目 告诉你股票该卖了 什么时候该卖 他不敢讲 为什么 因为买到的会员永远只有一个 永远只有两个 没有成交量啊 所以他永远不敢跟你对时对价 永远不敢告诉你他几点几分买进 几点几分卖出 美甲在这里 请各位再度的小心 那一些诈手两金 诈手提骨咛的人 而今年以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我一定要告诉你 你的主轴在于哪里 不在于掌停板 你掌握了主轴自然而然的 你掌握到掌停板 你如果只掌握到掌停板 那代表的是 背后 有不为人知的 我实在很不想用骗局那两个字 我只能讲有不为人知的话术 这样好 各位今年以来啊 从二月份到现在啊 已经十个月的时间了 你听我讲游戏听了十个月了 你听我讲生计听了十个月了 这是不是今年以来的主轴 五二六三的掷威啊 跟三一七六的基亚 生计就是以基亚为代表嘛 我知道现在很多讲生计的人 都不敢提基亚了 为什么 基亚这档股票 全国会员做见证 我从五十七块带你做到四百四十七块 六月十号 几点几分我都可以告诉你 我卖四百四十七块 当天涨停板 我告诉你 我基亚获利出清 一张不留 结果基亚最高涨到四百八十六块 就在我卖掉的三天后 我把它放大 我卖掉之后 你随便看节目 你有三天的时间 都可以卖的比我高 都可以卖在四百八十元附近 这是我希望看到的 结果连续一个半月的时间 我一直告诉你 基亚你一定要卖 一定要卖 一定要卖 因为药证会不会过关 对不起 我不懂 我不懂药证会不会过关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药证就算过了 能不能涨停 对不起 我不敢跟各位保证 因为它已经涨了八倍 你也贪这座 可以了吧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预告的是 只要药证不过 它绝对跌停板 我还在七月二十四号 我记得当天是礼拜五 我告诉你基亚一定要卖 千万别追 因为当天涨停板 全市场的人 还有人举办全国的演讲会 告诉你基亚会到八百 带你买基亚 带你买云城 结果当基亚无量跌停的时候 各位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当基亚跌到第四根的时候 我还特地做了一张赤卡 我还拜托大家 恳请大家 我说我从来没有求你一件事情 但是那个时候 我说我求求各位 请你把那一些 带你基亚买在四百多块 而且不卖的人 请你把那一些 生计股带你买在历史最高点 的那一票人的脸孔记下来 不然日后 只要生计股涨上去 它一定会告诉你 它生计又赚了 你怎么赚啊 各位你的基亚买在四百多 跌下来你怎么赚啊 结果现在基亚又涨上来了 各位有没有人又在跟你讲 生计股市主流又来了又来了 都同一票人啊 那时候还很好玩啊 还有人买五十几块的云城 然后看基亚天天跌停 在骂基亚 跟你讲他没有买基亚 结果他买的是云城 天哪还有这种玩法 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你怎么讲的出口啊 你就算没有羞耻心 你也要有同理心吧 你的会员听到了多难过 生计股的代表基亚讲完了 游戏股的代表五二六三的智威 从当初我买两百六十二块 带领全国会员重压 各位你看这个时候差别就出来了 你真的看好一档股票 为什么不在跌停的时候来买 为什么不在跌停的时候来昭告天下 他叫做未来股王的候选人 我们办到了 全国会员重压 两百六十二赚到六百六十二啊 四百块啊 你买一张智威赚四十万啊 你买十张智威赚四百万 你不小心买个一百张 一百张会不会很多 不会啊 两千多万而已啊 你赚了四千万 四个月的时间而已 跌下来了三百四十七 有没有带你再买一次 涨到四百五十九 十月一号告诉你 活力调节 又涨了一百多块 你还要怎样 加加要五百啦 一百八十四个百分点 又跌下来了 我说三百八我又来买了 涨上去四百 我说我又获利出清了 再跌下来 涨上去的时候 我说不要急 到四百零一啊 当天十二月八号 跌下来 我说三百八又来了 买点到了吗 全国会员你都很清楚 一直到今天还有人问我 老师智慧还可以买吗 我五个字送给你 当然 够清楚吧 我不会用假使也许不进来 似乎可能不排除 我不会用那些玩文字游戏的言语 来告诉各位 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可以就可以 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就像基亚 我认为基亚现在不能买 够不够清楚 因为我认为他的董事长 在于药正的判断上面是有问题的 再看到四九四六的辣椒 空中拜的绝学啊 我想各位应该非常清楚 谢迅的七伤权 什么七 哪七伤 金木水火土 人啊有五行啊 金木水火土 心肺 肾 肾 肥 肝 肾肺肾 肾肾 代表的是人的金木水火土 五行嘛 还有阴阳二气 所以总共叫 总共有七个部位 那七伤权 先伤己再伤人 好不好 就像谢迅练的七伤权 当然那时候他内力不够 我老师你对金庸小说真的很了解 我看了三十年 我还记得 那我说啊 现在二零一世啊 我们也不要什么伤己再伤人啊 伤来伤去的 我说二零一世 空同派的 这个叫七爽权 送到你 不用艰苦到我 我也对你送 我也跟着各位高兴啊 我也帮各位开心啊 不就是如此吗 今天再长得还是游戏还是生计啊 所以真的啊 这全市场没有人敢讲的真实啊 三大保证 我觉得这是让各位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搞清楚到底你要找的专业的顾问啊 还是专业顾问口的人啊 好不好 那周末的时候 预祝各位周末愉快了 大家再见吧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往处一点 我掌握了多元的就业市场讯息 找到无限的机会 之前找工作没头绪 为了这只24小时免负费电话 就有专人服务 通过轻散推演机评价 我们就了解自己的能力 以及如何将工作和兴趣做协和 阿富社会需要更多的资讯及准备 占用就业资源 找出人生方向 股市中方向不新 文顿不明 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 先入第一手的买点 发掘第一名的情理标的 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 华冠头部和副总 带您纵横股市无网无力 速播致富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致富之门为谁而开 华冠头部替您打开财富大门 懂得投资的人 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 金钱不是凭空而降 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 华冠头部惯领群雄 带领着真诚专业精进的团队 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 相信专业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 02-6630-3201 02-6630-3201 诶 宝贝啊 我们赚点钱你都存在哪 赢啊 而且是有账户存款保险 知道了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险 最高保护为新台币三百万元了吗 我知道啊 然后不只是台币存款啊 还有外币存款都纳入保障了耶 先生 你吃饭后说这个干嘛 我是想 想说我们差不多可以结婚了吧 我期盼能给孩子安定的 我期盼能给孩子安定的